美国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漂白剂和其他常用消毒剂 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风险高达30% 受访医生表示国人在使用消毒剂时应该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记者李嘉宜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国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所 针对55000多名美国护士展开8年的研究 发现到每周使用一次消毒剂的护士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风险 会增加24%到32%不等 这是一种可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的慢性疾病 目前是我国排名第十的疾病杀手 一种可能性的核酸 这一种工程可以决定为 sickopat 是 consequentary ammonium compound 或是QAC 这种以防护咳浴耳 防护涂护 防护咳浴的化学 不过当局会继续观察这类化合物的研究 人力部则表示 使用危险化学物的公司 需按照人力部的准则 如杀毒剂需贴上警告标签 并为清洁员工提供培训 和个人防护装备等 避免过度接触 医生表示 这是一项重要而且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研究 提醒了国人应该更加小心使用 含有这类化学成分的产品 医生建议 国人应该选择以植物原料为主的产品 并且尽量少用喷雾清洁剂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